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只有三十五地方 所以也是一个空间利用的一种 一家的风格 这边是一房 这个有一个衣柜 这里应该是一个阳台 然后这边 可以放一些衣服 这边是十一的 这里面上也带了一些折叠的梯子 还有这边的储物也是用到位的 然后这个床 下面也带上我们的一个抽屉的功能 可以增加一个储物 这边也可以增加一个储物 那在卧室来说的话 这种设计还是挺简约的 储物比较高 这边侧面也可以装一些 就有一些缩 平时很看储物的时候 也会在床头边上做一些储物的功能 其实它就缩短了这个床的一个长度 把这一块做为一个储物的架子 储物的架子 顶上还可以放一些东西在这上面 但是你意味着一个床 就要往前推一点 那大部分床它有靠背 所以这个尺寸应该还好 还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婴儿房 婴儿区 顶上也做了一些柜子 一些设计 那这个基本上是婴儿房 两三岁 超过五岁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睡不下 而且它这里做了一个帘子的结构 可以把这个区域分开 做一个分开 独立 做了一个帘子的结构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 让这个卧室的空间更有这种分隔 做一个分隔 然后我们再往客厅这边走 也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这个只有三层屏 所以客厅就一个小的双人沙发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比较适合 这种加餐口的年轻的这种 小步行家庭 然后你看就是有小孩子的一些设计 这种 所以说厨房跟客厅 跟餐厅他们都一体 一体 然后这里不是没有可能 它是靠一些储物的架子 在做一些 做一些分隔 所以呢就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里同样的也是采取了这种 起码抽的 这种厨房的抽屉导物的形式 那它这个里面有做了 两层抽屉 做了两层的一个类质的抽屉 可能这种小孩子在 餐具比较多 所以做了两层 那做了两层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下面的东西就不能超过这个区域 就不能超过这个区域 所以做两层的话 它不能放太高的东西 这个里面也是 它顶上因为是避开一个水槽 这个水槽 所以呢它这个里面呢 也做了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让它避开这个地方 同样下面也可以做一些 储物的一些功能 再下面是我们的 垃圾 垃圾 同样也是拆除 它们的抽屉都是统一 都是一种一种七码抽的形式 不会用其他更多的一种抽屉 好 这个就是主要是餐具上的 那这个地方还是刚才那样子的 就是拉来 这种调味 调味价 高的平平罐罐酱油啊 蚝油啊 还有这种番茄酱啊 等等这些东西 好 餐厅就这么简单 也蛮文心的 这边有个餐厅柜 洗手间这一边的话 其实 这个架子 它是提示用这个架子 就是我们在这个马桶顶上 其实这个上面很多家庭的空间 都是浪费的 它再放了一个架子的话 你看 增加一层两层三层 这种储物功能 就平时还是用得上 这种架子我觉得 不错 里面的话就是一个淋浴房 这些都没什么 都没什么 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些东西 好 那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看看 三十五平方 非常紧净 也非常温馨 适合一家三口 带一个小卑鄙 看这种 这种画还是 蛮温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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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南亚的风格 蛮温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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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种可能某些人喜欢会很喜欢 这种衣柜的形式在国内还是挺常用的 它也采用一种缓冲的一个系统结果 我们同样也有这个系统 然后它的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功能就是在这个缓冲器的描述之中 还有这个板后的话适应范围还是蛮大 所以这种衣柜的话这个缓冲这种系统的话 现在也开始在一家里面使用 最早期他们很少用这种系统 他们更多用他们欧洲那种系统 其实更多欧洲那种系统的话 就相当安装来说比较复杂 其实这个很简单 这个直接把这个缓冲放进去 然后这一边的话 它的缓冲器是在这个底上 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 也不可能拆它的东西 那底下还有这个底下这个底板 这个方向就会有点 下面有点准备 这个方向就会有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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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清楚 这个方向就会有点准备 这个门翻进去 打开了之后再滑进去 同样也是一个柜子 普通的一个导轨 它这里多了一个扣子 多了一个扣子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它里面还有一个半根的缓冲器 其实这个在我们很早以前的设计上都有 就普通的一个喷粉导轨 配上我们这一个单独的一个缓冲器 同样可以产生一个缓冲的功能 但它的效果肯定会比不上这种 隐藏到位跟那个用猪导轨 这样可以将就问一下 这种设计的话 我们很早之前也有销售 但现在很少 同样也是因为成本 也能达到这个板中的效率 还是要减少这个整体的一个成本 的一个控制 所以用这种做法 这也是一个橱窗柜 然后它的铝材很窄 窄边的铝材 配合一个小拉手 然后这一种脚柜的话 是这种铝材直接安装 滑进去两个楼室固定就好了 这种铝材 这种铝边框装的脚柜非常简单 我们也有这个款式 非常简单 滑进去楼室固定 比以前这种铝材安装的话会方便很多 以前还要在铝材上开孔 但是它这个不带缓冲 挂衣服的钩子 会挂东西 然后也是塑料做的 所以还是要用一些创意的 材料我看的是一般般 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做的东西 但是它能用在这一勾上的话 还不错 这个多少钱 这世代工具房也蛮不错 其实我蛮想要用空间 居然是有空间 新婷制式举手下配预员号参限时特会 实效18年5元 更有新婷德式朱酒会员客 这种的话就是 这个空间利用还是蛮搭的 很多时候我们洗衣机顶上的空间是浪货 洗衣机顶上的空间是浪货 然后它这个架子的后期装置 可以利用很多空间的空间 包括一些量线的功能 然后还有一些些 处理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地方是很不错的 洗衣方 洗衣方 你在什么身上 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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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的一些货物堆存的地方 因为这些物品都比较大件 所以这个叫下面提购的一个仓库 提完就直接出去买单 然后送到上门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也是比较多的一些大件的一些家具 可以在下面找到这个型号 它并且还有很多家具 会提供一些上门安装的一些服务 都会有 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有些人 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去组装 所以他们也会提供这种组装的一些服务 所以呢 在上海的宜家 现在这个徐家会店 大部分的一个情况 我们主要今天过来也是 看这一个 它里面的一些更新的一些摄像 下一站的话 我们准备去 百安居 BMQ Building Market OK 请不吝点赞 啊 啊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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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